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给大家介绍这把武器 粉碎巨人锤 武器外观平平,颜值一般 还有一种笨重的感觉 因为是所有武器中最重的 至于是不是食而不滑 是不是最暴力的武器 就留待大家点评了 我个人来说,经过测试后 觉得还蛮强的 拿上手有一种莽夫的感觉 拉破感十足 武器还能自由上战灰 得到不同的质变 自由度很大 因此,战灰我选了黄金大帝 看看战灰图片中的锤子 就是为了锤类武器夺身定制的 这个战绩总共有好几段攻击 首先锤头砸地 然后引发神圣爆炸 爆炸之后还会产生树莓追踪浮游炮 如果只按了LR就只有这三段攻击 但其实还有一段可衔接的横扫攻击 在神圣爆炸后 再按LR就能衔接多一个横扫动作 这才是这个战绩的满套输出动作 要注意的是 这个LR横扫不是重攻击 是战绩攻击 因为横扫同时也会消耗蓝条 全套输出动作打满 伤害还是非常可观的 神圣爆炸的范围大 面对多只怪或者大型怪 战绩的伤害收益就更明显了 因为5G是特大武器 本身还有着不错的缺热能力 配合这个战绩的多段攻击 消热能力就更加明显了 像这种大型怪都非常容易打出主角 再加上追踪浮游炮的伤害 一套下来 简直爆炸 技能本身也比较炫酷 打怪同时还有视觉享受 简直完美 要注意的是 战绩的耗精非常高 把控精力是否得当 直接影响整套技能的释放 因为精力耗尽 就不能打出很早的衔接动作了 还有 使用技能的时候 前妖比较大 比较容易被打断 因为使用战绩时 没有获得额外的霸体效果 即便是穿了高韧性防御 因此使用战绩的时机 也是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 虽然战绩时很好玩 但一直被打断也太伤了 接下来带大家拿武器 先来到这个篝火 武器就在前面野怪营地的 马车后面的箱子里 第一次来的朋友 会碰到一只腐败树林跳下来 最好先把它干了 不然比较难打开箱子 由于我之前拿过了 箱子就没东西了 现在说说 洗点跟配装 武器质变 我选了厚重质变 上了厚重质变后 武器的力气等级来到了S 自然洗点就以力气为主了 投射 握照笑脸面具 能提升力气值 后面三件是大山羊 以提高强韧度 首选护服 压力山大的碎片 增加15%左右的战绩伤害 卡利亚徽章 减少蓝条消耗 最新的传说 提升力气值 黄金术的恩惠加2 提升HP 精力和装备重量上限 另外 圣对蝎也是不错的选择 提升圣属性攻击力 因为战技 是属于神圣属性类的技能 能吃到圣对蝎的加成 为此 我也专门测试了伤害对比 神圣爆炸的伤害为1788 神圣爆炸的伤害为1849 增幅大概有3.4% 虽然不多 但给大家多一个选择吧 至于为什么我不用 是因为上了这个 装备重量太重了 又懒得再去洗点 还不用而已 随后又去找小胖 测试一下不同的攻击方式 供大家参考 看看什么攻击方式适合大家吧 这ẻ图部分 颇骑 大概虽然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喜欢我的视频请帮忙点个赞 谢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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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